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 这几天的高温真的是热到快要融化了 要如何有效避免中暑呢 周医师就提醒 长时间频繁地进出冷气房 其实很容易中暑 当室外温度超过30度 又踏进20几度的冷气房里 这将近10度的剧烈温差 就可能让皮肤上的毛孔跟围血管急速地收缩 原本身体要散出去的热 反而被闷在身体里 建议在进出室内外食 可以先在入口处停留大约5秒 给身体多一点时间来适应温差变化 大口吃冰想要小暑 但身体瞬间降温停止散热 反倒可能造成中暑 周医师建议炎炎夏日想吃冰 建议在上午11点到下午5点 高温的情况下吃冰是可以消暑 但是你由高温进到低温的环境里面 再吃冰就会诱发重阴暑 头晕呕吐全身酸痛 同样原理 当室外温度超过30度 又踏进20几度的冷气房里 将近十几度的温差 也可能让皮肤上的毛孔和围血管 急速收缩 原本身体要散出去的热 反而被闷住了 中医师建议进出室内外食 可以先在入口处停留5秒 给身体多一点时间适应 温差变化 还有好的睡姿 在炎炎夏日有助于入睡吗 床好热 测睡的时候接触的面积比较少 是习惯养睡啊 可是有可能会变成测睡 那你睡着了你基本上你是不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睡姿的重要性 国外也有网站报导 如果是测睡加双腿围弯 或是选择羊躺加双手上指 这样真的有助于降体温 一夜好眠吗 那因为我们人睡着之后 一定会翻身啊 所以这个部分我倒觉得 可能关联性没有这么大 如果我们中心体温下降的时候 其实会带来一些撕睡感 所以如果在睡前做一点 可能会让中心体温拉高的事情 喝一杯热牛奶啊 或者是脚泡热水啊 的确在帮助入睡上面 也会有一些帮忙 最佳睡姿仅供参考 医师认为每个人的睡觉习惯 各有差异 选择自己舒服的 最重要解台北综合报道